你有想過住在捷運、高鐵、火車以及轉運站四鐵動購的立位上有多麼方便嗎? 今天要介紹給您就是在市區的台北六福萬宜酒店 同時集結所有的交通優勢的一個地理位置 六福萬宜以Mainroom for Little Fun定位為品牌特色 飯店的各處能觀賞到特色掛畫與藝術品 充滿著人文氣息 一樓迎賓大廳是由韓國蒲聖摩所創造的Maya 透過金屬絲線的編織與剪裁 層層堆疊出觀看物件的世界 在光線的引導下賦予作品具體的形象與靈光 酒店的風格是走中國風的設計 藉由金屬的質地搭配現代新影藝術家的作品 以及大地色系的配色 讓整個風格充滿設計感卻又具有年輕的特色 大廳挑高八米 天花以薄石材質作為燈照 光線下更顯柔和溫婉 帶著中式元素與現代藝術的廳堂 傳統卻又不失現代感的雍容 日光照射下 大理石散發溫潤色澤 在不知不覺間掃去旅人的疲憊 七樓中廳的這幅掛畫 則是由台灣藝術家彭鴻智創作的太極二十四世 這幅畫作是藝術家在酒店裝潢時 直接在現場以畫筆代替肢體 在畫布上打完太極二十四世 揮好的力量滲透進畫作之中 與中廳的挑高大氣相輔相成 是整間酒店藝術氣息的縮影 更是以韓國藝術家吳東勳的Bubble Man為指標雕塑 由不鏽鋼泡泡疊成人形 高3.5米的裝置藝術 不少入住六幅萬一的人都在此打卡過 向前走則是六幅萬一的The Lounge酒吧 提供日間茶點及夜間的簡單酒水 讓你能在此短暫的休憩 客房的設計上更是點睛之筆 房間景色部分有分山景以及都市景 六幅萬一非常貼心在每個房間都有辦公桌 特別適合商務人士出差以及辦公做使用 房內執行便是休憩區 辦公桌立於大面落地窗邊 公視閒暇外 也能抬頭觀賞窗外的山景 像我現在所在的豪華套房非常的貼心 它的廁所多了0.5套以外 在品牌的選擇上也是知名品牌TOTO的衛宇 另外呢它還有一個很貼心的部分 就是它的獨立跟意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環境我非常的喜歡 因為包含國外旅客的行李箱也好 或是商務人士的西裝也好 都可以再次擺放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罐洗用品部分有哪些巧思 眼前盒子打開 其實就會看到它的牙刷呢 是分黑色跟白色兩色 非常的貼心不怕拿錯 另外呢下面的木盒打開 也就是吹風機的部分 吹風機也是知名品牌Phillip 體現了飯店對於細節的一些用心 雙出入口的飯開放式 位於空間以及步入式衣櫃的設計 讓採光通透明亮 中國風的元素貫徹在月亮之中 靠牆的原作以屏風杖作為區隔 微距時更添雅韻 若想觀賞自然景 則可選擇套窗位置 頂上中式奢華的吊燈 空間上的觀品 無一不彰顯其品味 與其對於氛圍的掌控度 酒店整體包含了近700件藝術品 在藝術愛好者的眼中 走到哪間是一片美好的風景 更是能將其購買帶回家 可以說走到旁的藝術品 便是為了等知己出現而成列 無論是餐食 素素 透過六胡萬一 窺探了藝術與中式的交融 低調卻實力雄厚 摩登卻古允悠悠 好的酒店本身便是一場故事的延續